好,下一套,我們之前說過新發行時有一個彈珠機的出現 有一個圖劍,其實大家的圖劍都知道 有一個圖太郎的民間故事流傳出來 但是,它這套是女體化來的 是的,大家都想想想,把圖搬到胸口 大家都知道,覺得那套很奇怪 這個故事當然說,我們之前有馬套,有野猿,有狗,還有山雞 其實跟這個圖太郎的故事一樣 就說,那套土突然散開了在日本三千個角落 我以為你說那套土在胸口,然後散開了三千 不是,又是Glass Nip 這個大家都受救了 三千個碎片都散開了在日本各地 各個鬼,大家都知道有鬼島這件事 因為當時陶太郎的故事有鬼島 惡鬼,天王,朝廷,三片都搶取了圖片 為什麼這些圖片,碎片原來有一些神秘的力量 你說得像閃卡一樣 是的,類似,結果在六七集中 鬼那邊就有個鬼的蟹咩,即是公主 然後大家就率領了一批大軍 去找碎片,結果三片都找到碎片 找完碎片,大家就死了 大家想想,只有十二集的圖劍 找三千個碎片,其實是不是很難找呢? 你說得像自在餐一樣 三批人拿著碟出來裝東西 是的,結果真的裝不完 十幾集裝不完三千個碎片 吃不完要照磅重給錢 是的,我知道在哪裏 然後發現,第七、八集就開始出現了 有個圖屈,即是土的蟹 中樹 然後就找到圖的蟹 中間就曾經出現過一些 鬼那邊拿到圖屈 圖屈突然產生了一個很強大的力量 所以圖片就集合在一起 鬼那邊就捉了在朝廷 捉了在月亮飄下來的太空人 為什麼日本古代有太空人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不要緊,阿士多羅茲威爾 在月亮下來的人 他懂得操控土的力量 鬼島那邊的土要這麼大的力量 為什麼呢? 林美智原來發現了幾千年前 鬼島那邊的鬼王被天庭打了下來 然後就跌落地獄 因為很多人都下地獄很害怕 他是不是鬼來的? 不知道 他又有些國師 有國師?你不要亂說 下地獄這東西跟國師沒有關係 要澄清 他就要借土的力量 將鬼島升上天 但我也不明白為什麼要將鬼島升上天 他是不是放孔明燈? 不知道,好像孔明燈一樣 然後在天女那邊 天皇 結果集合了這個力量 大家有沒有發現 故事沒有什麼要講的圖子 其實沒有什麼 他都是不停在一起合體 打鬼公主 怎麼合體的? 就跟狗 不是,跟狗 猴子和雞 一夥自覺合體 結果最後在鬼王的時候 因為沒有什麼好東西要做 人秀A餐,人秀B餐,人秀C餐 最後就是人秀A加B加C 最後一次對鬼王的時候 突然集合了三個力量 集合了之後 打贏了鬼王 中間也說 鬼的公主 原來不是鬼王所生的 就是由天皇 以前有個天女 跟鬼那邊有一些交合 交合之下 人鬼人秀 人鬼情未了 天亭就趕了天女 這天女生了兩個女 兩個女 原來是 他們好像雞一樣 孵蛋 什麼叫做生了兩個女 原來好像雞一樣 就是生了兩個女 她用肚子包著兩個女 然後送到河 他們是核 結果一個被老太婆 找到一個肚子 養育了這個童子 另一個就流落到鬼那裡 結果鬼王收養了這個女 變成鬼公主 原來鬼公主也是天女生的 結果這個故事非常古靈精怪 最後原來發現鬼島突然失去動力 因為肚子的力量沒有了 死了 鬼島倒進去 即是跌了平空 跌了下來 跌回地獄 原來發現 原來全部的鬼 是不會飛天的 鬼不會飛 原來天女是會飛 原來鬼是不會飛 結果那些鬼好像 掉下懸崖 人家在逃生 逃命 整套東西打到 也是一閃流 但他有爆衣 每次都有 因為每次合體之後 精神力量不足 結果就爆衣 中間曾經出現了 一些很固定的水著情節 為何古代有水著 古代有水著 因為是要慰勞 他都說明是要慰勞大家 所以就特意做一場水著的情節 也有一個溫泉浴 溫泉浴的情節 為何呢 因為有一隻鬼 就失散了 流落在民間那裡 因為他要靠吃年輕人的底褲 去增強自己的力量 所以就去 所以就因為要專門 作一個溫泉的故事 要找人做祭品 用底褲來做祭品 去吸收一個力量 知恕神的祖先 我們都不明白為何 結果最後就說 結果兩個人 鬼公主和圖子和好如初 結果是 他們有喊過膠嗎 就類似這樣的事 結果大家很平和地生活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圖劍 打也不是太差 但是故事就 你說一閃流利 都是 都叫做娛樂性可以 還是狗不達白 那些故事 總之說了一句 總之大家就得淡輸就算了 不要要求太多的話 這套東西是 勉強還可以接受 因為如果大家 和加斯比较 大家都是講碎片 我覺得圖劍 娛樂性豐富很多 這是重點 因為我們明白 圖劍最後打完鬼王就完 最重要 我們加斯看完不知道做什麼 好了 下一集